我们的回忆成就了我们 但世上目前有三千万人失去了记忆 因为他们罹患了阿兹海默症 是压力 是生活作息 还是基因突变 全球正展开了一连串的实验 研发早期治疗阿兹海默症的药物 我们相信它在阿兹海默医学研究的新年代 新技术科学研究 新技术能让我们看到阿兹海默症的症状 比以前更早的症状 周五晚间十点公示主题之夜 救救阿兹海默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